老铁们,今天是2022年12月12日,双十二,再过两周就到年底圣诞档了,老少预祝各位节日快乐 在上一期视频里,老少分析了坦帕湾三大线的住房销售市场供需状况 对比三大线在加息大环境下,供需状况变化的相似和不同 坦帕湾这些数据和佛州乃至全美各个县的数据相比又是出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本期视频老少就给你带来答案 本期视频有精掉下牌的发现,在视频中有彩蛋送出 注意,本期视频会沿用最近两期视频里的很多数据定义 所以如果不熟悉的话,强烈建议先去看看前两期视频 这里我汇总了全美3000多个县2017年1月至2022年11月的数据 把2022年最新的11月数据和正常年份的11月数据做对比 这里正常年份定义为2017-2019 算出差一百分比,反映出当前市场和正常年份的市场还相差有多远 按照差一百分比从小到大进行排序 并划分为10个等分区间 这样能看出坦帕湾以及全美各个县在哪个区间的具体位置 这里注意一点,在3000多个县当中 有1000个左右的县正常年份基准数据有或多或早的缺失 所以我把这些线提出,不做比较 这里我们还是从供给需求以及人口增长方面做对比 首先来看看供给方面Active Listing的状况 这个表格总结了全美2022年11月Active Listing和其正常年份11月基准值的差异百分比 负数百分比表明库存低于正常年份基准值 正数表明库存高于正常年份基准值 第一区间是库存相对最不足的区间 第十区间是库存相对最多的区间 能看出,几乎全美的线当前库存和正常年份相比都是不足的 坦帕湾的Hillsborough,Pascal,Penalix三线库存差异百分比分别为 负20%,负16%,负28%,分别处于第998区间 可以看出,在全美当中,坦帕湾市场的库存已经相对更接近正常水平了 可能有小伙伴好奇佛州其他区域库存状况如何呢 这里我也用一些例子来看看 奥兰多区域的Orange Osceola Polk Seminar 分别是-31%,6%,7%,-35% 在第8、10、10、7区间 Kesame和David Paul分别在Osceola和Polk县 这里销售供给量已经超过了正常年份的水平 难怪我最近经常收到这个区域建商超级诱惑的促销 Miami区,Miami Day County,-49% 供给短缺大,在第5区间 Jacksonville所在的Devill线-11% 在第9区间,向正常市场靠拢也比较快 这里我还统计出每一个区间里出现的线数量最多的州 能看出德州很多线在这个区间 这里注意,第10区间差一百分比的上线是超过了正100% 这说明这个区间里有一部分线库存跟正常年份基准值相比翻倍了 这里有4个线有这种情况 Idaho的Jane County,Oklahoma的McCurton County,Texas的Hunt County,Utah的Jewa County 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第1区间和第10区间的线库存状况上的不同 我们这里分别各取一个线,VA的Jane City County和Texas的Hunt County 他们的每月Active数量曲线并排放在一起 能看出Jane City 2022年这条曲线离正常年份曲线还很远 表明库存远远的不足 然而Hunt County的2022年曲线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年份的幅度 表明库存远超正常水平 我们再来看看需求方面,Pending的状况 这个表格汇总了今年11月份Pending数目和正常年份11月份基准值的差异百分比 复数表明需求比正常年份同期低 正数表明需求比正常年份同期高 第一区间是需求相对最低的 第十区间是相对最高的 坦怕完的Hillsburg,Pasco,Penari线需求差异百分比分别是-22%,12%,28% 分别在第3、6、2区间 Hillsburg和Penari需求已经低于正常水平 被加息明显抑制 这两线和Pasco在需求方面的区别原因 我在上期视频里讲过 我们同样来看看奥兰多区域 Orange, Osceola, Polk, Semino 分别是-29%,16%,20%,-31% Osceola和Polk线需求比较强劲 MiamiDate-28%,需求比正常要低 Miami区域整体房价水平在佛州也是最贵了 所以被高利率抑制的比较厉害 Jacksonville所在的Duvill线-18%,需求也是比正常低 对于每一个区间 我把出现的线数量最多州也汇总出来 可以看出加州需求冷却的线最多 直观对比 认取一个第一区间和一个第十区间的线 把它们每月的pending数量曲线并排放在一起做对比 能看出加州Miami2022年这条曲线已经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然而佐治亚洲的Houston County2022年的曲线仍远高于正常水平 说明需求还是强劲 我们再把供给和需求数据整合到一起 看看代表供需关系状况的pending和总挂牌数比率的差异百分比 正数表明供需相对于正常年份更不平衡 需求相对旺盛反之亦然 坦白湾的Hillsburg、Pascal和Penallis供需差异百分比分别为 -1.5%、18%、-2.9% 分别在第二、第三、第二区间 Hillsburg和Penallis供需关系已回归正常 需求是否会继续更大冷却 需要继续监控市场 Pascal供需还是相对更不平衡 奥兰多区域 Orange、Oceola、Polk、Semino差异百分比分别为 1.3%、1.6%、1.8%、1.4% Orange供需达到正常均衡 其他三个还是需求相对旺一些 MiamiDate County 32% 第四区间需求还是相对旺盛 Jacksonville所在的Dwell County -1.4% 供需平衡低于正常水平 同样把每个区间出现的线最多的州汇总出来 德州很多线冷却的很厉害 甚至已经大大低于正常的供需均衡水平 同样我们认取一个第一区间和一个第十区间的线来直观对比 德州的Travis和特拉华州的Sussex 很明显相对于正常年份 Travis已经攻大于球 Sussex仍是大大的攻不应求 我们再来看看挂牌天数中位数和正常基准值的差异百分比 复数表明比正常时期卖的快 反之亦然第一区间卖的最快 第十区间卖的最慢 坦白湾 Hillsburg Pasco Penallis 线分别为 百分零 -百分零 -百分十六 第十 第八 第八区间 Hillsburg已经回归正常天数 Pasco和Penallis还是比正常时期卖的快 奥兰多区域 Orange Oceola Polk Semino 分别是百分零 百分零 -百分零 -百分零 除了Polk 基本都回归正常 全美第十区间 及卖的最慢的区间 加州出现的线最多 不难理解 房价贵 同时人口流失 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过 人口增长是影响住房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这里最后来看看坦帕湾及佛州一些线 人口增长在全美是什么位置 这里我分别从两个时间段看 第一 2010-2019 疫情之前的十年时间 第二 2019-2021 及疫情开始之后的两年 对每个时间段 算出开始和结束时候 人口变化百分比 把全美各个县的人口变化百分比 排序和化繁等分区间 复数表明人口减少 证数表明人口增加 第一区间为人口减少百分比最多 第十区间为人口增加百分比最多 坦帕湾的Hillsburg Pasco Penalix县人口 疫情前十年增长分别为 百分十九 百分十九 百分十六 分别在第十 第十 第八区间 人口增长处于全美领头羊的区间 疫情后的两年期间 Hillsburg Pasco Penalix人口变化分别为百分零点四 百分五点四 负百分一点九 分别在第五 第十 第二区间 所以我们能看出 Pasco线是一支人口持续强劲增长的线 如这张人口增长指数曲线图所示 三个线当中 Pasco的曲线最陡峭 Pasco空地多 新房多 新移民多 而且周围的商铺设施也越来越多 这一点 我之前的视频也说过 所以人口有更多的增长空间 奥兰多区域的 Orange Oceola Poke Semino 疫情前十年人口增长分别为 百分之二十一 百分之三十九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一 在第十 第十 第十 第九区间 疫情两年分别是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七 百分之四 负百分之零点四 在第七 第十 第九 第四区间 Miami Day 疫情前十年增长 百分之八 在第九区间 疫情两年 负百分之二 第二区间 Dewell 疫情前十年增长 百分之一 第九区间 疫情两年增长 百分之四 第九区间 综合这些跟全美横向对比的数据看 对于当前市场 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相对于佛州其他地区 坦派湾供需状况各有不同 其中坦派湾供给相对于奥兰多 和杰克逊维尔区域更短缺 但不如Miami区域短缺 需求上来说和奥兰多相似 高于和低于正常年份的都有 Miami供需关系最不平衡 相对于全美大部分地区 坦派湾及佛州的这些线 供需关系更接近正常水平 人口增长方面佛州的几个重要的区域 基本都是出于全美领头羊的位置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注意到 在分析需求对比数据时 第十区间的最大值能把人下巴禁掉 差一百分比值为百分之两万多 意味着需求比正常年份翻了两百多倍 什么情况 觉得是不是有数据错误 我出于好奇 随即看了一个在这个区间的线 密西根州的Kent County 该线人口持续稳定增长 查到人口最多的城市 Grand Rapids这个城市 故上查该城市号称 全球生产办公家具的领头羊 然后在ZERO上搜了一下 满地的老房子 但是随便搜一搜 都是挂出来 没几天就上百个SAFE的房子 并且感觉不少房子价格都不贵 而且似乎也不用加价 就是超级老 但是租金也不低 感觉租收笔不错 原来如此 有意思 算是老少本期视频 送给小伙伴们的一个小彩蛋吧 希望有当地的Agent 来介绍介绍这个区域 这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老少看房频道之后 将继续深入浅出的 带大家用客观的统计分析 及统计建模方法 从各个角度和影响因子 去研究市场 基于谈判完 并发现更多的机会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转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